这里是福泉室,太极宫就在福泉山的隔壁,今天咱们去参观一下 太极宫里面很大,是全国最大的三丰真人道场 福泉圣境,左右是两个玉碑亭 明朝的皇帝对张三丰都很遵从 这是右边的一块 明永乐十年,圣旨 背面是明永乐十七年 这是左边那一块,明永乐二十二年 这是朱棣写给张三丰的书信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太极宫 前面这是山门农虎殿 殿内供奉的同柱彩绘,农虎而讲 左青龙,孟章神军 右白虎,尖兵神军 两位是道教公关,镇守山门的护发神 近来左右又是两座玉碑亭 我还以为是中古楼呢 右边这一块,永乐十年皇帽 这个是背面,也是永乐的 左边这一块是明天圣皇帝 赤张山丰,告命 再往里面就是朝拜殿了 两边都有这个浮雕 在明代皇家寺庙,普通百姓 不能到祖殿祭拜,只能到这个朝拜殿 朝拜殿里供奉的是三丰祖师座像 左右分别是慈航真人观影大师和八仙中的女洞兵 再往后面,对里面是太极殿 右边一楼是元臣殿,二楼是藏真楼 左边一楼是财神殿,二楼是藏金阁 藏真楼是藏宝贝的地方,藏金阁是藏金书的地方 都不能上去 元臣殿中间供奉的是窦母援君座像 两边供奉的是六十尊,形态各异的太岁 财神殿里面供奉的是活财神省万三 左边是福禄寿三星 右边是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笔干,武财神观云长 再往里走,左边是古楼啊 右边是钟楼 到最后一个殿了,太极殿 好多牌匾啊 太极殿供奉的是太极公的主神通威 显化天真,三封祖师 两边分别供奉的三封祖师的六大德道弟子 左边是卢秋云,刘古全和邱玄清 右边是孙碧云,周贞德,还有杨善臣 外面的围南上,还有108件遗仗 快逛完了,后面还有祖师殿 二楼三清殿,三楼三清阁 一楼是真武祖师殿 供奉的是至世福神,真武祖师 左右两边是真武祖师的四位战将 周公,桃花,金刚和太夷 二楼是三清殿 供奉的是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宁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这是最后一座殿了 老子殿 老子殿的中间供奉的是老子 左右两边分别供奉的是 隐喜真人,官令营 麻衣真人,李顺福 西夷真人,成团老子 和火龙真人,贾德森 他们都是隐先派的几代宗师 好了,太极公就参观完了